歡迎收看今天的 完全娛樂 今天一樣是兩個可愛的金星寶寶 我們的蔡翔還有孟偉 是我們的特別 MC 哈囉 然後因為他們今天來 其實我們有很多的故事想要聊 但在聊之前也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大家要去下載我們的 Let's Talk的那個APP 然後加入我們的 完全娛樂的官方帳號 到簽到處簽到 就有機會可以 我們今天是要送禮嘛對不對 我們今天要送出禮物給你們了 所以大家趕快記得去下載那個APP 好不好 好 然後今天其實最主要 原本我剛剛在開場前還問說 那今天孟偉跟蔡正算是 Space MC嗎 其實我覺得 你們今天比較像來賓 對 所以可以好好的 暢聊一下你們自己的故事 可以 因為今天會想要邀請你們來 因為你們已經很常來到我們 完全娛樂當Space MC了嘛 那每一次來其實我們都在訪問別人 都在玩遊戲 其實是做了很多的事情 可是我們其實也很希望可以坐下來 慢慢的聊天 然後去多了解你們兩個人 因為其實在化妝間你們兩個人 其實是滿多有的沒的事情的 連我自己都覺得很有趣 所以我覺得是可以好好的慢慢的聊一下 然後今天呢 那其實你們有帶了一個你們的成長日記的照片來的 就是從來沒有公開過的嗎 我沒有公開過 你說小時候的一些照片嗎 還是事情 小時候的事情跟小時候的照片 我印象都沒公開過 小時候的事情 都還沒公開過嘛對不對 那我們先從小時候最小的那一張照片好了好不好 好啊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蔡震的那個成長日記 非常的可愛 第一張照片這個 超小 這是幾歲 這差不多應該是 四五 四五六歲那時候嗎 應該吧 就 這個 這個範圍很廣 四五 四五六七八那時候 哈哈 跟我越加 那段時間 應該看起來應該 五 小班 中班 對 小班 中班 對 感覺好像沒有太大的變化耶 對啊 就是純天然啊 純天然 而且我那時候蠻皮的你知道嗎 就是我皮到就是 我家人已經快 就是我家人爸爸媽媽 已經快放養我那一種皮 可能那時候我們在家裡面好了 然後我就會在沙發上面亂跑啊之類的 然後晚上的時候都會跑 就精力旺盛 對對對 然後都會跑不見 然後爸爸媽媽都會找我 就感覺就跟爸爸媽媽玩 鬼抓人 躲貓貓那樣 所以是有點過動症 我那小時候他們覺得我有過動 因為其實說實在 演藝圈很多人其實都有過動症 但是 都變成他們現在的那個成長的力量 因為 你必須要很多的體力 才能在這個圈子裡面工作 對 真的 但是因為你 剛剛說你沒有兄弟姐妹嘛 對啊 所以你會很想要有一個 哥哥或是弟弟姐姐或妹妹 我超級想要 那時候 我記得我小時候的時候 我不知道 然後小時候我都會跟我媽媽 一直講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我就一直跟我媽媽說 我覺得我長得好醜 為什麼 你說你小時候就跟媽媽這樣講嗎 對 我就看著媽媽 我就跟媽媽說 媽媽 我覺得我長得好醜 然後她就 而且我跟你們講一件事情 其實我本來 原本我這一邊有一顆 有一顆紙 你近看這邊會有一個 有一個疤 那是開刀拿掉 因為那顆紙真的滿大 然後那時候我也 因為那顆紙覺得太醜了 然後那時候我就跟我媽媽說 一定要拿掉 這樣子 其實因為我們在看你們小時候的照片啊 就像你看孟偉那個是國小五年級 這個 對 五年級的時候 就燙頭髮了 對 小時候比較愛漂亮 因為媽媽又是做美容 媽媽是美容師 OK 所以媽媽就是在我外表上面會 幫我打扮成她想要的樣子 所以就QQ捲捲的 對 那時候就燙了一個爆炸頭 其實滿可愛的耶 然後我小時候又很胖 我小時候超會吃的 對 就應該看得出來吧 膠原蛋白風盛 所以現在是長大抽高 就比較瘦一點 對 就是變 就是人有變 但我小時候胖到是 我小時候很會吃 是因為我可以吃一個火鍋 我吃完 一個人吃一份 對 吃完火鍋 然後又吃一個雞排 然後又吃一個甜點 五年級好像是有一點太多 對 所以小時候就是 有點太胖了 但是因為看你們這個 你看 其實看他們小時候的照片啊 你怎麼會想到說 他們長大會變成一個 這麼棒的明星 你們自己有想過這件事嗎 因為說實在原子少年到現在 變成一個成團 變成金星 然後也很多粉絲喜歡你們 然後再追蹤你們 可能讓你們現在 也會有一點社會責任 因為你們現在也是一個藝人 你看看這小時候的照片 你就覺得怎麼會長很快 然後就變成一個明星 你們自己有想過這件事嗎 我小時候其實有一個夢想 就是我希望我可以站上大舞台 或是可能說可以在電視機前面出現 小時候啦 可是現在突然實現 我也覺得說很像做夢 你知道嗎 就是居然實現了 我可能那時候五六七歲的夢想 我覺得很不可思議 那你那時候小時候的夢想的舞台 是一個人站上去 還是會有隊員們 會有夥伴 因為那時候就是因為寒流剛襲來台灣 OK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 哇 他們好帥 而且你們兩個現在穿的 也很像有寒流 我現在一個人穿短袖 你們兩個 跟我穿這麼厚是怎麼回事 好年輕耶 就是寶寶的感覺蠻好看的 所以就是以前夢想 可能也有站上舞台 然後是有團員一起的 所以現在算是圓夢成真 算圓夢成真 那孟惟呢 我小時候就是 因為都有學表演 小時候其實就是喜歡跳舞 然後因為我其實是扁平竹 然後耳朵一扁 我又單身到 所以我其實在學舞的過程 其實很困難 對 因為我小時候連跑步 就是跑超常都很容易跌倒 走樓梯也會自己跌倒 然後就是很努力的練習跳舞 然後才就是變成那時候這樣子 可以拿到獎狀啊什麼的 對 而且那張照片的獎狀 其實是非常多的 其實看得出來 應該是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 才可以走到 今天你想要的樣子 因為其實我們在 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其實是大家看不到 我們背後付出了多少 對 所以今天才要好好的來聊一下 那我們先進廣告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們還有更多 不一樣的照片 要來跟大家分享喔 然後有國中時期的 也有到最近的喔 等等回來 Yeah 歡迎回來完全娛樂 Yeah 今天真的是非常溫馨的一集 因為剛剛聊到一半 然後又配上我們的趁月 真的是非常的感人 對 真心 因為剛剛那個孟威有講說 因為耳朵的關係 所以其實有復健了 蠻長一段時間的嘛對不對 就小時候 因為我耳朵是消耳症嘛 然後其實單身到 然後容易跌到 所以我小時候就是 蠻多巴的都是跌出來的這樣子 所以就會有點沒有辦法平衡 對 平衡感 小時候平衡感不好 但後來那時候 因為到了大學 我就決定去開刀 對 就是取肋骨 然後把肋骨 放在耳朵裡面 所以那時候 這也是我人生中非常 我覺得有意義嗎 就是讓我非常印象 是因為我那時候出院 是在跨年的時候 當天出院 前一天 前一天 對 然後隔天 全家人都給我去跨年了 我自己照顧自己 就剩下你一個人在家裡 對 然後我就 我就想說 我那時候在家 我就用著一束腰 然後肚子又餓 然後又不能打對 他叫家人 因為沒有人要接我電話 我就自己泡泡麵 然後自己吃 然後自己跨年 對 接下來應該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因為接下來 你有很多的那個兄弟們 一起陪你跨年 我 可是我是 對 我們團員 團員們 我以為我兄弟會想說 我沒有家人 我沒有那個兄弟姐妹 在那邊亂講嗎 對 就是因為 進演藝圈就是 認識了很多新的朋友嘛 對不對 所以有一些家人 之後就會陪你一起 跨年了 然後可能你們跨年 可能以後也會很忙碌 要接很多的工作 那蔡政呢 蔡政這兩張照片是 是我國中的時候 這同一個時期嗎 國二 國三 這是畢業那一天 然後這是 國二 然後我們有什麼聖哥比賽 聖哥比賽應該是私立學校對不對 對 是私立學校 因為我會讀私立學校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間學校就是 在我那時候還蠻嚴格 蠻嚴厲的 然後之後我爸媽就把我送去那邊 就是教養這樣子 然後於是可能在 那有駐校嗎 是沒有駐校 因為畢竟都在花蓮 所以我就是這樣 每天搭校車這樣同行 然後那時候就是因為小時候真的太皮了 然後走到那邊之後 我就開始可能變得 比較有禮貌啊 然後一些 禮節禮儀什麼之類的 比較符合社會的規範 對對對 比較沒有這麼像野蠻人啊 小時候 好像狗一樣 對 我小時候真的是猴子 因為我國小 國中 高中全部都是讀這間學校 就是這間學校寶寶這樣 所以老師都非常的清楚你的性格 你這個人怎麼樣 然後之後就可能會傳宗接代說 欸 這個學生他覺得 哪個地方可能要輸定 傳承下去 傳宗接代有點太遠 你就是老師的小孩來教你 傳承下去 就是老師會跟老師互相交流說 這個學生問題點在哪裡要怎麼蓋 OK 然後到後面接下來 這次長比較大了 這是差不多 這是高一的時候 這個有故事 高一就在打工了 因為這個制服是比較連鎖的 對 素食店的 我會放照照片的原因是 因為我有兩個 讓我人生印象深刻 就是想到可能還會覺得很難過 第一個是不會難過 第一個是我在這個素食店 我有一個蠻厲害的創舉 結果那創舉是 我賣全台灣第一的點點卡 你說全部你是賣第一名的 對 我是個人賣最多的一個人 你要不要改做經濟 我現在也缺經濟員 快點把我銷售出去這樣 對啊 就那時候就是 可能對於行銷這方面 可能也滿有興趣的 對 然後就有一些頭腦 就很容易推銷說 怎麼賣怎麼賣 於是那時候就還得到不錯的夾擊 那時候因為我賣得很好 所以就卡到說 那可能老闆想要升遷我 對 那升遷我的時候 剛好那時候我又在學跳舞 那時候我學跳舞的學費 又是跟就是素食店上班的錢 對 賣的 素食店 素食店上班的錢 然後拿去繳學費 然後那時候就很尷尬 我要練舞 然後我要上班 就卡得很尷尬 然後那時候我就沒什麼錢 然後那時候沒什麼錢 我幾乎快一整年 我也沒跟爸爸媽媽講 因為我不想讓他們擔心 我就那一整年我都吃乳肉飯 然後我是敢免45塊那一種 然後只能配15塊的麥香紅茶或奶茶 所以等於是你人生在很早的時候 你就已經在取捨 就是你想要的夢想 或是要不要把自己先餵飽這件事情 對 可是你很早就面臨到現實 對 很早就面臨 所以那一年其實 我每一天心情都過得很不好 就覺得很忐忑 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也沒想到後面 我可能會變成現在這樣 因為那時候又在花蓮 你就覺得說這些都是夢想什麼的 就很難想這樣子 所以現在回頭看 其實你會覺得蠻值得的 因為現在站上舞台 你會很感恩過去的一切 我就還蠻感謝 就是可能爸媽媽給我讀這間學校 然後可能在這間素食店上班 然後導致我可能得到了很多機會 跟一些命運上的安排 我就覺得還不錯 幸好我小時候這樣子度過 嗯 那孟薇呢 我其實 因為我跟她有點類似是 我也是蠻早就出來打工 我是國二的時候 天啊我國二的時候還在爬樹 你有沒有那麼早熟啊 因為我這時候我 嗯 五年級的時候 六年級的時候 小六的時候 因為跳國標舞嘛 可是因為其實 國標舞的費用有點高 對 然後後來我決定就是 不跳國標舞 然後我就 你就放棄了 對我就 所以我國中的時候就放棄 我去外面做美髮 美髮是因為不用繳學費 你又可以學東西 又可以有薪水 就去當學徒 對我就去當助理這樣子 然後就做了兩年 所以我國中二三年級 我都是做美髮 然後因為後來 我其實國中的時候 都不知道有表演藝術科這個東西 嗯 對 然後我是 其實我真的很喜歡跳舞 我很喜歡跳舞 然後後來我就決定說 欸 好吧 我高中的話 我就還是去讀表演藝術科好了 對 我就 又是從美髮斷掉 然後去讀表藝學跳舞這樣子 所以人生也是一直 不斷地在做選擇 就是要取捨 就是你想要做什麼事情 對 所以剛剛蔡震有說 她的夢想是 曾經可以站在大舞台上面表演 你自己也是嗎 對 我就是很希望 我可以在大舞台上表演給我的家人看 對 嗯 那因為你看到最後一張照片 其實是 演唱會 已經站上舞台 演唱會其實也在 也沒多久之前 對 演唱會 演唱會那天其實 我很 蠻 就是蠻感動的吧 就那一天就是 因為小時候的夢想就是站上舞台 然後那一天又是我 家人 十個 那時候 十個二十一年 第一次看我表演 因為我爸爸媽媽 也沒參加過我的畢業點 對 然後那時候是第一次 就是 站上 站上這舞台 然後他們又在台下看 然後那時候 我會覺得說 跟一群好朋友 還有別的星球的 一起站在這大舞台 我會覺得超感動 然後那時候一直在後台哭 真的 我一直大哭特哭 家人真的是 因為 但你在表演的時候 跟他們對視的時候 那個感覺是怎麼樣 就是會覺得 就是你們兒子做到了 對啊 他們有傳訊息給你嗎 還是 他們有說 就是說我很 就是你很棒 然後你要繼續保持下去 雖然可能之前 沒有很贊同 對 但後面你現在做成這樣 我們就覺得 很好 你要繼續保持下去 我覺得這樣也覺得很值得 對 幹嘛 你幹嘛 你想哭我就想哭 覺得很值得 對 但是因為那個 最後一張照片是 孟偉跟蔡真 一起的照片 所以 其實我覺得 因為這個節目 你們兩個才 因此而認識 對不對 然後其實因為 你們兩個的感情 其實也非常非常的要好 對 然後因為 就是 感覺都是 很需要 兄弟姐妹一起服 但現在是 真的有一個兄弟在身邊 對 就是你們現在成團 那有沒有什麼心底話 想要跟對方說的 喔 太正先好了 好 我要說 其實在金星裡面 有你的出現 然後之後 有時候能聽我訴苦 或是講一些我心裡面的事情 其實就覺得滿感動 因為 有時候可能會不知道 跟誰講 但 你是足夠讓我信任的一個人 所以我會跟你講很多事情 哇 你看這個友誼多好對不對 那孟偉呢 我想跟蔡正說 就是其實 從比賽到現在 這樣 我們兩個一路這樣子下來 然後我們兩個又這麼好 其實 我比較擔心的是 她的身體狀況 因為她其實 她其實健康檢查 她拿到餅膽去健康檢查 她的胃有出問題 然後其實有一次 我就載她回家 然後她跟她媽媽講電話 然後我在前面 我有聽到她跟媽媽聊天 其實我覺得她媽媽 很擔心她的身體 可是 她又 裝堅強跟她媽媽當朋友 就是 我沒事啊 我 我過得很好啊 什麼 就是其實我們 應該大家都知道 就是不希望讓 家人擔心 因為我們都是 這樣自己 來 所以其實 我聽得出來 她那時候 是 在牙醫自己 然後跟媽媽說 我很好 我都有按時吃飯 但其實她根本沒有按時吃飯 對 因為她 幹嘛爆料 因為她 她不會照顧自己 對 所以我很擔心的是她的身體 因為我很怕 她哪天突然怎麼樣 因為她現在表演 她跳到一半 她兔子會痛 她會一直這樣子 所以我們大家會很擔心 她哪天 跳來跳就倒在地板上面 對 對 所以真的要好好照顧身體 對 身體很重要啊 連隊友都好好的那個 在幫你擔心 但現在的那個氣氛太 沒有人錄這種的啦 壓力很大 好啦 我們先進廣告休息一下 先讓他們稍微 舒緩一下情緒 等一下我們回來 再好好的聊一下 他們後面還有什麼樣 背後的故事 可以跟大家分享喔 OK 你幹嘛講這會哭的了 好 歡迎回來玩全娛樂 剛剛那個孟偉真的很懂 蔡正的苦點 對 一戳就中 一戳就讓她哭 嚇我一跳 好啦 我們舒緩一下 剛剛的情緒 因為那個 玩瑜有做了一個小盒子嘛 有幾個 那個邱比特 有一些問題要丟給你們 然後你們自己可以選 幾個 便條紙 你們自己想回答的 這樣好不好 好 好 那 蔡正先挑嗎 好啊 那我先挑這個好了 好 這個 在關心別人的同時 也要好好的關心自己 好 那我想要跟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 我綽號是媽媽好了 或是為什麼我想要 擔任媽媽這個角色 是因為我覺得 從我之前 小時候到長大的時候 我覺得 我心情 被很少人很認真關心過 所以我其實 之前小時候到長大的時候 其實我內心蠻多 很壓抑自己的事情 可是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跟別人抒發 然後開始上大學之後 跟蔡英雄的少年之後 就發現原來有很多人的心情 像都需要被照顧到 那我就覺得 我就可以照顧他們的心情 讓他們心情比較好一點 讓他們比賽可以更順利 所以就是 謝謝你 我也會好好的照顧我自己的 嗯 OK 好 接下來 孟偉有沒有想要挑哪一題呢 我想挑這個 這個 對啊 感覺我們兩個也可以一起 好 你來念一下這一個是什麼 對啊 這感覺蠻有趣的 如果蔡正跟孟偉交換 身份一天最想做什麼 互換 好 那如果你今天是蔡正的話 你最想做什麼 我如果今天是蔡正的話 我最想 最想多吃一點 因為他很瘦 然後我又很會吃 我是算 跟團裡比 我真的是算胖的 對 食量比較大一點 對 所以我可以 就是把他養一下的胃啊 讓他就是變大食量 像大食怪之類的 所以蔡正本來食量就很小 他其實很會吃 其實我很會吃 但是可能就是 因為可能胃真的是有一點狀況 所以就是我可能就是吸收不好 所以我就吃胖 對 所以我就蠻羨慕吃不胖的 那蔡正如果今天是孟偉的話 如果我今天我是他 想幫他減肥 沒有啦 其實我覺得他現在是 非常的剛剛好的 雖然可能有點小肚子之類的吧 可是我覺得是剛剛好的 對 一樣是剛好了 對啊 對啊 如果我今天是孟偉的話 我會想要去買很多衣服 然後拍照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他長得很好看 我自己覺得啦 我覺得他長得很好看 然後很適合去拍那種雜誌之類的 有很多不同風格的照片 對對對 就是他我覺得他蠻容易駕馭一些 其他有的沒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如果我今天是他的話 我會想要去拍照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然後其實還有蠻多 不一樣的那個問題在裡面 不然來找一個你們兩個人都可以回答的 算這個好了 兩個人有吵過架或打過架嗎 有我們有一次 真的有嗎 沒有到打架 但因為我們不會打架啦 可是我們會吵架 拉頭髮 什麼我們要吵過架嗎 有啦 但應該你 什麼時候發生的事情 應該算是我自己個人對他生氣 然後我煞煞不知道 對 因為那 因為其實我就是不太喜歡被人家誤會的人 然後因為我很愛跟他 就是講我的自己私下的秘密啊什麼的 然後有一次就跟他分享完 我就說 你絕對不能跟其他人說 我說你不能跟其他團員講喔 結果隔天就有團員知道了 然後想說 欸 為什麼 我就打的話 我就沒有先問他有沒有講 我就開始罵他 我就說 你怎麼可以把我的秘密講出來 我這麼相信你耶 我說你這樣很過分很壞 什麼的 我說我最討厭就是被人家出賣 或是被人家誤會 這樣子 我是因為那時候 就是一講完電話的時候 剛好團員在旁邊 然後我就跟 我就跟團員就問我說他怎麼了 我就只是說個大方向 就說 他可能因為在上節目的時候很難過 然後他就以為說我把其他事情講出來 就被他臭買一頓 我就直接罵 所以也不算真的吵架 就只是一些私底下的小事情而已 那因為看得出來你們兩個感情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然後 但是因為真的有很多問題 然後你們如果真的想要回答 我覺得也可以放在你們的IG story上面 然後回答給他們這樣子好不好 然後今天有好好的聊了一下 你們自己小時候的事 因為你們好像很少分享過這些事情 對不對 對 心得覺得怎麼樣 就是這次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其實蠻好玩 很溫馨耶 我蠻喜歡這種就是分享故事的 因為我們就會話很多啊 所以我很喜歡分享故事 給大家聽 我們也算是第一次這樣子的方式在聊 所以我覺得還蠻酷的 OK 好 那希望下次還有機會再邀請你們一起來玩 好不好 那我們玩全娛樂就明天見囉 拜拜 拜拜 這個真的是好溫馨 哇 對 哇 꿍 我就要幫我們 好啦 我覺得